再来点 再来点 多多再来点 好 好好好 还行吧 这啥不错 有茶几毒 确实挺好 有一股特殊的香气 真的假的 那领导不是鼓励我吧 不是 真的 让我们带点走 行 那好好好 沙书记 那你得给我们山茶做做广告 莫雅 听说你在荆州还有套别墅是吗 谁说的 王大陆吧 那肯定是王大陆 沙书记 这事我给你解释一下 解释一下 你解释啥又没问你 听莫雅的 就是 沙书记 我跟你说啊 王大陆发了 那个要给我们股钱我没要 后来他就在荆州地豪园 一次买了三套别墅 他自己留了一套 给我和欧阳京一人一套 我们俩老公 谁都不让我们要 这房子的名字 就写在那个王大陆名下了 听说欧阳京去住过 你没去住过 那可是荆州最好的别墅全 我们家人这么少 住那么大的别墅多浪费啊 在我们自己家里吃得也香 住得也踏实 赵瑞龙是个混账王八蛋 怎么了 沙书记 给您的茶 那么好的茶 又喝又拿的 不需此行啊 沙书记 你说茶好你可别忘了 替我们做宣传啊 又来呢 沙书记哪有时间宣传 怎么没时间了 一定 一定给你宣传 莫阳 谢谢你亲手炒的茶 欢迎您经常来啊 好 老易啊 二十五年的正处 无论调到什么单位都是 任劳人员亲政连政 让我们确实很感动啊 李学夕 给您提个要求 不知你能不能同意 什么要求 沙书记 你那十张图我想都带走 行吗 都是公家东西 你拿走就是 你不用了 不用了 舍得吗 舍得 听见没有 卷起来 都拿走 好 我都拿走 好 我都拿走 我得大夫去让大家看看 咱们基层的干部 是怎么工作的 老天哪 关于地豪员的事 你还得再核实一下 现在任用干部 特别是重要干部 一定是慎之又慎的 沙书记 我早就查了个屁朝天了 是和组织不联合传 那就好 另外你还得查一查 像易学系这样 没有政治资源 想为老百姓做事 又有能力做事的干部 这些年来 埋没了多少 要是有 全都挖掘出来 给他们一个能干事业的平台 对 早就该这样的 汉童的官场风险 早就该改改 就从这一批 厅局级干部的任用 开始改吧 好 你走之后 赵立春来过电话 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正经事 有没有提美食城 和赵立龙兄妹的声音 人家当领导的 能这么直接问吗 那具体说了些什么 都是一些官话 说什么我们要珍惜 汉东改革开放的大好成绩 要支持新书记沙瑞金的工作 还说要大团结 五五四海不要搞小圈子 好话却让他说了 有没有提到胡亮平 提了 提到他拦车的事 但是好像说得很随意 这赵立春哪有随意的事 你怎么回答他 按照您一贯的原则 热情 礼貌 但一问三不知 那就好 现在 该考虑和赵立春切割了 切割 怎么回事啊 赵立龙这么肆意妄为 我看他们赵家的丧忠 该叫响了 大哥 到床上睡去吧 我真是命苦 一上床我还真睡不着了 荆州城市规划图在什么地方给我找出来 我准备挂上 嫂子不让挂 好 对 行了 以前天天吵 现在想吵 没得吵了 哈哈哈哈 你跟人电视里学学 学什么呀 别闹 明天办案哪 就是一办案你才得看啊 欧阳清最喜欢杜教授了 我求你呢 别闹了 欧阳清怎么紧了 闭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华华 你精神真好 看了一夜的电视剧你就不困呢 你别跟我说话 今天要烦你 怎么了哟 黄局长 陆处长 可以开始了吗 可以开始了 可以开始了 譬如说 yourself 你现在进口捘子的不肯的 pilots 预行的需要非常大disapp 还不想谈什么 没关系 你要是不想谈案子 我们今天就聊点别的 聊什么呀 海阔天空随便聊呗 我先说说我吧 我昨天晚上熬了一夜 就为了追韩剧 林检察官 您工作那么忙 还有时间看韩剧啊 当然了 检察官也是人啊 我们工作平时本来就忙 可不是得给生活找点乐子吗 好 局长 你这布置的韩剧的任务 很成功嘛 你看看林检华 多入戏啊 多好啊 今天可就指望她了 这个 聊都教授 聊心心的你 就能聊出好结果呀 谁知道呢 那至少啊 不会有坏的结果 容哥 侯亮屏的材料我们一直在做着 可进展不太顺利 在此之前我们对侯亮屏 几乎是一无所知 现在也所知不多 所知不多 那多少还是知道点吧 是知道点 有一条重要线索 这个侯亮屏跟大风厂的老板蔡成功 他们俩是发小 这不就可以做文章了吧 不光那蔡成功还在监狱里 她是在监狱里 可这蔡成功 她是116事件的关键人物 又是欧阳京受贿案的举报人 省检察院市公安局都盯得很紧 盯得紧就没办法了 你动动脑子啊 动脑子 我都绞尽脑汁了 还是没办法 不是 你说这个侯亮屏 她也真那么绝了 怎么绝了 这蔡成功跟我说啊 侯亮屏 连她送的烟酒都不收 真的假的 我怎么那么不信啊 她圣人啊 我听说 你也喜欢看这部韩剧 我就想啊 你肯定有喜欢的理由 所以我就看了 欧阳行长 我跟你说吧 如果我男朋友 要是有杜教授 十分之一的好 我这辈子啊 就算没白活了 我想请问 像杜教授这么年轻英俊 周到体贴 又有钱又有势的男人 他凭什么就喜欢你啊 他有毛病啊 你才有病呢 我说我男朋友 你插什么话 闭嘴 要不要换向周正啊 别别别 有周正这么一个 持不同意见的对立面啊 才能让欧阳京尽快入戏 你看 就快入戏了 我算是看出来了 今天的这出戏啊 导演是侯亮平 总算看出来了 比我想象的聪明 没什么可嘚瑟的 这戏能不能演完 还不知道吗 林检察官 我理解你的感受 你知道我看了多少遍 六遍 这恰恰证明了我的判断 这部剧啊 就是女性的精神鸦片 什么精神鸦片啊 我们女人 就不能对爱情有点憧憬 有些幻想嘛 就非得活在你们男性世界的 冷酷现实当中啊 不 男人世界怎么就冷酷现实了 就是冷酷现实 欧阳航长 我跟你说吧 我那个男朋友啊 没别的优点 就是抠 连化妆品都不舍得给我买 去年我过生日 他就只请我吃了个包子 我看呀 他只配跟包子过 你男朋友 怕也有自己的难处吧 这都教授都活了四百岁了 存了四百年的钱 所以他很富裕啊 你男朋友也就二十几岁吧 就 就算他打一出生就开始存钱 那也只是才存了二十几年 这么比 不公平嘛 周检察官 其实 这不是钱不钱的问题 是你有没有这份心 这方面 我深有体会 欧阳航长 我能问你一句题外话吗 你跟李达康书记是怎么认识的呀 你跟李达康书记是怎么认识的呀 其实那时候好多人追我 但是我最后还是选择了 从农村来的李达康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为什么 就是因为一袋海栗子 那是个星期天的早晨 那是个星期天的早晨 李达康浑身上下都是泥 身上背了一点海栗子 他说他挖了一碗上 只因为听说我喜欢吃 但是 听你这么一说 还真挺感动的 如果我男朋友也能这样 我早就嫁给他了 我当时觉得 我觉得我是世界上 最幸福的女人了 我父亲死得早 我父亲死得早 所以呢 我总想渴望找一个 如父如兄的 一个男人 来照顾我 我倒是真的觉得我找到了 就从这个蔡成功身上打开缺口 只要是他咬着猴亮瓶不放 这事就好办了 你们现在要做的啊 就是要让蔡成功知道 他别再对这侯亮瓶抱有幻想 别以为他是什么反弹局长 就能把他从监狱唠出来 不可能 绝对不允许 明白吗 龙哥 这点你想错了 我现在重点的研究对象 就是蔡成功 我忽然发现这蔡成功 他不想从监狱里出来 他倒是想好好地坐牢呢 他有病啊 受那款 也不是 他欠债太多了 那些高利贷的债主到处找他 他被抓到过两回了 我跟你说 龙哥 这蔡成功被关过狗笼子 还坐过老虎弄呢 你说那滋味能好受吗 明白了 和这 他是想藏到监狱里躲债是吧 没错 这蔡成功是想在监狱里安顾万年了 不允许 绝对不允许 我们啊 必须得让他接受这个民间的惩罚 那 然后呢 李达康书记是骗子 骗了你的感情 他要真是个骗子 我也不会那么绝望 其实刚开始的时候 我对他还是挺满意的 家务活他就全包了 那时候的工作呢 也没有这么忙 工资上交 虽然这个人 有时候挺无趣的 但是我觉得只要对我好 我也不会计较什么了 你说是吧 是啊 其实我们女人挺简单的 只要她们心里有我们 什么缺点我们都可以弄来 这心里有 也不一定非要表达出来吧 这得等关键时候啊 什么就关键时候啊 爱情当然要表达出来的 哪有那么多关键时候 林检察官 还真有关键的时候 我有个弟弟 比我小八岁 他那年大学毕业 就想通过李达康 找一个好点的工作 其实那时候他已经是 荆州市委书记的秘书了 也就一句话的事 可是他 他就是不帮这个忙 然后你就对他失望了 我对他真是太失望了 那是我的亲弟弟 他都不帮这个忙 他真是太自私了 典型的小女人心态 就觉得男人理所应当的 应该为他们付出 付出所有付出一切 也不管合不合理 如若不然的话 立刻对男人 对世界充满了失望 这欧阳金的心啊 柔软 敏感 碰上李达康这颗接应的心 就发生悲剧了 我倒是觉得 他们两个人的关系就像 大鱼和小鱼缸 搁在一块儿当然痛苦了 这欧阳金的鱼缸里 放上一条小鱼就合适了 所以合适太重要了 你是不是在等大鱼了 是啊 这小鱼啊 是一定会淹死我浩瀚的海洋里的 那赵东来算不算大鱼啊 天哪 赵东来同志是鱼还是虾 还说不定呢 你别怪我多嘴啊 陈海现在的情况 能不能醒过来还不一定呢 就算是醒过来 也不一定能过上正常人的日子 我了解他 他宁可去死 也不会拖累你的 你什么意思 你还年轻 也该为自己想想的 这赵东来这人啊 不错 你就别乱解渊阳谱吧 我自己的事情自己有数 你想啊 这借钱给他都是什么人啊 全是普通老百姓 挣那点利息就是为了贴补家用 结果让这蔡成功给骗得血本无归 他还逍遥地在监狱里待着 这怎么行啊 咱们人民的监狱 绝不能成为这种老赖的藏身洞 龙哥 可他已经进洞了 也不好弄出来啊 那你就把这民间惩罚给他引进去啊 你必须得让他感到恐惧才行 明白吗 他是感到恐惧了 不光是那些高利贷的债主在找他 还有那些大风场的持股员工 116之夜 这小子差点被自己的持股员工给打死 进了看守所之后 又挨了我表弟长城虎的一记重拳 这些持股员工是个麻烦 听说前些日子 他们还到山水中原闹过是吗 守不守闹闹过一阵子 后来他们知道是蔡成功的责任 也就不再闹了 让他们到看守所闹去 让他们找这个蔡成功的老婆孩子闹去 你还别说龙哥 现在还真有人合计着 要绑架蔡成功的儿子呢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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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成功的老婆很狡猾 她有三套房子 最近这两个月 一直住在和平路的这套房子里 你确定吗 我确定 你见过她儿子吗 我见过 蔡成功的老婆送她儿子上学时见的 大哥 你看 就这孩子 这上面有两个孩子 哪一个是蔡成功的 穿白衣服的 叫蔡英俊 小学五年级的学生 和李达康生活的时间越长 和李达康生活的时间越长 你就越绝望 其实不光是对我们娘家 对我那些朋友 就是对他们家的亲亲 她也是什么忙都不帮的 这也应该理解 李达康书记啊 这是坚持原则 什么坚持原则呀 她是太爱惜她的羽毛了 我觉得李达康官做得越多 她就越不关心我们母女了 在外人看来 我是嫁了个高官的丈夫 是个成功的女人 可是我心中的苦恼 其实只有我自己知道 我们结婚二十多年了 她没给我过个几次生日 李达康书记工作忙嘛 这也可以理解 理解什么呀 我就不理解 如果我男朋友 要是不记得我的生日 不给我过生日的话 我肯定请她永远消失 这真是悖论 我敢肯定大部分的人 都不喜欢李达康 从做人来讲吧 她太无情 只爱惜自己的羽毛 可从做官的方面讲呢 她又是个亲官好官 因为如果你只普惠家人 就很难做到普惠天下 中国呀就是个人情社会 这样的亲官 反而不受待见 你看老百姓出了事吧 个个都要去找曝青天 但是你生活当中呢 有个包枕有个海瑞 这样的亲官在自己身边 反而就不喜欢了哟 现在很多人呢 都缺少博爱精神 离得越近得越爱 越远越不爱 重私利 亲公义 这前段日子不是有个电视剧 一个贪官 对小三有情有义 让无数女性吃爱 就是因为她有情有义 这贪腐的罪孽 竟然被原谅了 典型的小女人心态 就像你说的 重私利 亲公义 所以我们今天啊 也可以适当地 做一回小女人 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吗 什么日子 欧阳静的生日 你怎么知道的 你看看卷宗嘛 真的 真的 这生日蛋糕啊 我都准备好了 保密公屋做得够好了呀 这是惊喜 太成功的女人 怎么想起来 把蔡英俊转到这间小学呢 这间小学可是重点小学 不容易进的 估计是花钱了吧 这年头只要愿意花钱 啥扳不下来啊 看来蔡成功还是有钱啊 肯定有钱 只要抓住蔡成功这个王八蛋 咱们的钱肯定回来了 上次讨债公司一上门 人家的钱不就回来了吗 蔡成功现在进了看守所 便宜的小子了 便宜他 不能便宜他儿子 不过大哥 这座小学离检察院不远 咱这小心点 作为他的老婆 我甚至几天都见不着她的人影 我女儿又在国外 有时候回到家里 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我真的没有精神寄托 所以我只能看看韩剧 暂时放掉一些烦恼 这蛋糕以谁的名义送啊 以黄黄的名义吧 他们今天啊 聊得挺融洽的 黄黄 今天是欧阳金的生日 侯局长为他准备的蛋糕 就以你的名义送给他吧 适当的时候告诉他 我能理解 尤其是在李达康书记 这种工作狂男人面前 你知道什么叫同床异梦吧 我跟李达康就是同床异梦 他的梦就是工作工作 疯狂地工作 而我的梦 是想找一个 我依靠的男人 爱我 疼我 理解我 这也是咱们大多数女人的梦啊 啥大多数女人 咱们出场老陆 他就没有这种想法 老陆那是女人吗 他那是梁山好汉 我 哪我开帅 胆也太大了这俩人 他们是忘了你的存在 不过这也是你导演的吧 不许笑话我是吧 这绝对是他们即兴演出啊 不过你听听也无仿吧 别一天到尾跟个刺猬一样 再大的鱼都被你吓跑了 这欧阳金倒是柔软了 软得连骨头都没了 我只是让你稍稍地便一点点 也不用很多啊 我给你探讨一个问题啊 斯认为 只有那些封建思想特别重的 小男人 才会喜欢所谓柔软的女人 那些个性强 而独立的女人的存在本身 对他们来说 已然是致命的一击 我的小心脏啊 就很受打击 你答了吧 咱们什么时候送蛋糕啊 在 在等等吧 你看欧阳金 已经开始敞开心扉了 我这一生 就毁在那点海粒子上 其实要不是因为它 我会 我会谴责另一个人 可能会拥有另一个人是吧 欧阳航长 你说的 这另外一个人 是指王大陆吧 你的大学同学 可是 就算你选择了王大陆 就真的能拥有 另外一个人生了 年轻的时候你会 会忽略很多人和事 到了我这个年纪才知道 当时 后悔没有好好珍惜 后悔要难吃 老天爷不会 不会再给我第二次机会 是不是得不到的 永远是最好的呀 其实也不是 有时候 一个人的品质 是要经过岁月的磨练 才能显现出来的 其实当时王大陆 在学校的时候 不是那么显眼的 但是他总是在我 人生的节骨眼上 及时地出现在你面前 欧阳的失败 完全在于拒绝成熟 拒绝长大 有些品性 在少不吭式的少女身上 很可爱 在中年妇女身上 就有些可悲了 甚至可笑了 我还以为就我一个人这么想 大陆啊 我真的佩服你 你对欧阳看得很准 还有心情跟她这么周旋 大康啊 这就是你我的不同 对于我们自己的亲人 我们不要太过于苛刻 即使他们的步伐 跟不上我们的脚步 我们也不要抛弃她 所以说呀 我不是个好丈夫 我也知道 欧阳的内心不够成熟 但是 我真的提不起情绪来跟她周旋 大康啊 你的心真是够冷的 从来只想着你自己的工作 我真的愧对她 你们知道 我跟李大康结婚二十多年了 最让我感动的是什么 什么 就是这次离婚 为什么 她答应了我所有的要求 把能给我的都给我了 包括她用专车送你去机场 对 对 其实 我当时知道她挺为难的 但是她还是送我到机场吧 这个李大康啊真是 是不是情商低啊 这女人哄哄就是了 连我儿子都知道 连我儿子都知道 女人干吗要哄啊 这自己对自己都不负责任 凭什么人家对你负责任 我就是感慨一下 怎么又跟我杠什么 我今天就是要杠你这个大男子主义 我也就这点主义了 在家被我老婆灭 在单位啊又碰上你 我说真话啊 今天沈欧阳京啊 你不想让我对李大康刮目相看 我也没想到李大康会是这样的人 我只听别人说过他霸道 而且还无趣 除了工作之外 别无爱好 问一下欧阳京 他和王大陆的真实关系 大陶 如果我跟你说 这么多年 我跟欧阳的关系 从来没超过友谊的范畴 你信吗 信 真信 你的这个信 你的这个从不怀疑 是深深地伤害了欧阳 李大康和高一良那儿 有什么新情况吗 没什么新情况 那对老狐狸 你 我昨天见他们的电话录音你听了吗 听了 我反复听了好几遍 没找出什么漏洞啊 你找不出漏洞你可以剪哪 你剪接 你剪出点有意思的东西 那我实在是剪不出来呀 另外这齐厅长他警告过我 我不要对高一良书记做任何文章 龙哥你也知道 这齐厅长是高书记的头号大弟子 你甭怕他 他知道你是我的人 要不也不会用你 这个我明白明白 对了 对那个侯亮平的监听怎么样 听出什么没有 这侯亮平 他相当地谨慎 从来不在电话里谈工作 无论如何 你把他的行踪给我盯住了 我总算明白了 只有单纯 才能唯美 别说请了啊 今天是欧阳京的生日 你们给他过生日吧 生日蛋糕准备好了 就在门口 欧阳行长 其实 我们也有很多共同语言呢 是 有点相见恨晚 现在也不算晚 今天我们就谈到这儿吧 把手铐解开 欧阳行长 今天是你的生日吧 你女儿一直在国外 好几年没陪你过生日了 今天 我就替她给你过个生日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说实话呀 我挺同情欧阳京的 这梦毕竟不是现实的 所以做人还是得勇敢点 直面惨淡的人生 对咱们反贪就有这点好处 从别人的教训当中 得到自己的警示 人不能太贪心啊 我跟你说过没有 我办的那个小关聚探的案 对我震动很大 就是那个处长 有一房间的钱 但自己一张都没有 老话说的 广煞万间 夜眠齐齿 梁田千寝 日进三残 可惜啊 看不透的人太多了 那个贪官趴在钞票上哭的时候 我是既怜悯又鄙视 生而为人 还是应该有所敬畏 说得对 可那些贪官啊 要么贪婪 要么恐惧 要么贪婪恐惧兼而有之 唯独没有敬畏 这一来就没有底线了 不出事才怪的 龙哥 齐厅长让我转告你一个 特别重要的信息 前天新来的省委书记沙瑞金 和省纪委书记 一起到吕州做了考察 在一学习的陪同下 重点去看了你的美食城 齐厅长让我提醒你 千万别往枪口上抓 知道了 知道了 我们家老爷子 昨天晚上给我打过电话 那就好 那就好 还是咱们老爷子高瞻原主啊 废话 那我这想不通了啊 你们这汉东真就没王法了 有权就可以这么任性 真就一朝天子一朝臣了 谁说不是呢 龙哥 这 这新来的省委书记 他到底想干啥呀 还有那个什么什么义学习 这个人我知道 外号一根筋 在整个这汉东这曲线一级 坐了三十年也没升上去 他倒什么乱呀他跟这儿 据说这回可是要升了 新来的省委书记看中他了 欧阳京从没想过 会在这里度过五十岁的生日 作为李大康的前妻 一向高傲的他 心里充满了 无法对外人诉说的 小女人般的委屈和寂寞 而这一刻 他所有的强硬和傲慢 瞬间被这闪烁的烛光 击垮了 林华华 今天 就好好陪欧阳京过一次生日吧 不要主动谈安静 程总 你说大风场那块地 这高小琴和齐东伟 会不会联手黑我呀 那他们不敢吧 这次是真的让这个新来的总指挥 孙连成给伴住了 这孙连成不是丁一贞 他不收礼不痴情的 而且还不办事 整天就知道抱个望远镜 在那儿看星星 那好办 直接送钱送股份 我还就不信了 这舍不得孩子套不了狼 好 您见着光 你给我告生日 让我真的很感动 真的 你不想知道 这五十万 是怎么回事吗 我今天就告诉你 那个钱 不是蔡展工的 是汉东油气集团的 汉东油气集团 怎么回事啊 他开口了 这怎么又和汉东油气集团 扯上关系了 汉东油气集团的老总 就是刘新健 我知道啊 前省委书记 赵立春同志的第四任秘书嘛 但是在这儿突然间讲到他 我还是觉得挺意外的 没什么意外的 这些人哪 总是在适当的时间 出现在我们预设的场景当中